冰岛都是火山在活动的地区 而且冰河在整个冰岛 我们看不到河流 地面上看不到河流 但是河流都在地底下 地底下河流的下面 就是叫做冰浆的热度 所以会把河流蒸发 水蒸发以后就变成蒸气 然后就产生了所谓的叫做底子 所以在整个冰岛 全境全部都有这种叫做用不完的底子 所以水就是会很温暖的水 所以这些水就全部用收集的方式 把它集中到有马达的地方 这种叫做棒的地方 然后会把它运输到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去 所以他们在冰岛这个地方 所有的家庭的热水 都是由政府免费供应 所以大家这个地方 每一个家庭都有温水 有热水可以使用 这种是免费的 所以因为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热水 所以在冰岛的境内 特别是在雷克亚维克的市区里面 有很多的这种叫做公共游泳池 那都是叫做温水游泳池 那都是免费使用 这种叫做使用它的天然的 天然的这些热水 以热水造成的热水游泳池 然后呢 但是这个相对的 就是它的这个农植物 就是非常非常的缺乏 农植物非常非常的缺乏 因为它没有办法种植物 所以他们有一些 在特别靠近在首都 雷克亚维克的附近 有一些陆地 他们是有在种植一些麦类 然后呢 现在大部分的蔬菜水果 他们呢 都是用温室的方式 用温室的方式 然后呢 在那边 用温室的温度控制 然后有一些青菜 跟水果 是可以生长的 可以生长的 然后其他的东西呢 当然就是大量的 就由别的国家 进口过来 那因为 它的这个土质的关系呢 所以呢 他们就是可以种一些牧草 种牧草 所以呢 在整个的冰岛 它的这个叫做 去木眼倒是难发的 去木眼倒是难发的 然后呢 那因为牧草的栽培 土豆的栽培 所以呢 这个 它的牛羊 在这边都有 然后身体呢 也有养这个猪 也有养这个猪在 所以呢 就是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所以它的去木眼相当不错 然后呢 这边呢 特别是有一种 我们有机会看到 就是这种叫做端椒马 端椒马 在这边也是 非常多的 端椒马 好 因为我们很快 就到这个蓝色温泉了 所以待我到了 停车停好以后呢 我们就陆续的下车 然后呢 就在这 已经准备好的 这个游泳银户 然后呢 这个南里要分开 南里要分开 所以等一下 进去更低的地方 是南里分开 所以这个地方 南里去更低 好 所以呢 这个 您的游泳银库 是必须是 要分开 要分开 然后呢 这个 然后也建议各位 你戴在身上的 包括戒指啦 手表啦 项链啦 这个都 我们把它 离开你的身体 也不要 去泡个温泉 等一下出来了 全部的东西 全部变成黑色 所以呢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拂指力 蛮强的 拂力蛮强的 我们这个 身上的手表 戒指 然后呢 项链 那个都 把它 拆离开 不要 一起 可以到温泉 里面去 我们一起 一起去 然后我们等一下 到了那边 跟着我 然后呢 我们 这个 我去抱抱 抱完抱一会儿 他就会发给我们 一人一条大毛巾 然后呢 再过来 会给各位一个手环 会给各位一个手环 那那个手环呢 就是各位的钥匙 各位的钥匙 然后呢 拿到这个手环 拿到大毛巾以后呢 我们就往里面开始走 然后呢 女生的 然后呢 要更衣室 是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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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